都會有很多懶人包 懶人包 所以你回去的話 假如說 你實在是做不出來 而也要練習的話 你直接到安裝環境裡面 把懶人包下載 到你的低碟 就可以了 OK 但是 Python還是要自己裝 指定可能還是要重新指定一下 確定有沒有問題 大概這樣就可以讓了 另外像我之前的懶人包 之前有同學是說 老師那Eclipse是英文版 我們習慣 像那個 ECL VPA都中文的 有沒有辦法把它變中文的 當然可以 只是說那個部分 有需要嗎?應該不需要吧 如果有需要的話其實 你在那個Eclipse裡面 你只要搜尋一下 他這邊有搜尋 他有一個專門針對那個語系的 叫BABLE BABLE 你打個B就出來了 BABLE就是他專門針對 各國語系 去做了一些專案 可以讓你下載 這個BABLE裡面 你就是找第二個連結 然後裡面的話 你往下找 你可以找那個 我們現在最新的 這一個 Language 然後找這個 這什麼 那這個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這個版本 那你去找什麼呢 他的Language是什麼呢 Chinese 的 對對對 然後在那邊一堆 對不對 這個都是 善心人士 就是有佛心 很佛心的人幫忙翻譯的 翻譯完之後 上傳到他的SERVER上去 不過呢 有百分比 有沒有 Person 多少 那你就選一個 Person最高的 這意思是說 翻譯的百分比 其實九陽最高的 有沒有更多的 80沒有 沒有 有嗎 OK 你就把這個下載一下 抵下去之後的話 Download他 然後解壓說到他的 根木路蓋掉就可以了 應該可以懂得意思 如果有興趣 想要有需要你再做 如果暫時不需要 那就不用做 我只是給各位一個方向 可以把Eclipse 變成中文版 OK 好 好 那再來的話 OK應該沒問題吧 就是 有興趣自己再玩玩看 把它Lunch 所以 剛剛的環境 我已經打包放在雲端 上面 有一個懶人包 如果你有需要 自己再去下載 進到裡面之後的話 接下來我們就開始 撰寫程式了 程式怎麼寫呢 很簡單嘛 A 等於 5 假設了 Enter B 等於3 Enter Sum 等於什麼 A加B 假設A加B 那我如果要把什麼呢 把這個A加B的結果 print出來的話 你就打一個print 打一個pr Enter一下 把什麼東西呢 把Sum幫我print出來 這樣OK了 程式寫完了 那你把他執行一下 這個 OK 把他OK一下 他問你要不要存檔 那你會發現他會把結果怎麼樣 幫你秀在這個console 把8秀出來 OK 你看很簡單吧 就這樣而已 就我們剛剛在那個 我們的 Python底下 打東西 他不見沒辦法存檔 可是這個可以存檔 你可以最後把它save一下 他就幫你存起來了 所以他的結構一定是專案 一個package 一個module 就存起來 如果你要再產生新的module 你按右鍵 再new一個module 就可以再寫另外一段程式了 不過呢 會有幾個部分可能要再改進的 第一個 字太小了有沒有發現 這個字有沒有太小 還是沒差 我覺得長時間要寫程式 字還是要放大一點 那字要怎麼放大 我交給一個 因為其實書裡面沒講這東西 這也是因為習慣 按右鍵有沒有 你可以在這上方按右鍵 他底下的話呢會有一個那個 可以讓你設定的 這個按右鍵 任何地方按右鍵就可以 這邊有個 這個prefurnish 這個 裡面的話呢 可以針對什麼去做設定呢 他我記得應該是上面這一個 他有個color and form color and form 裡面的話有個basic basic裡面的話你可以去找到 他的test form 然後把edit一下 他就會跳出說 你的字的大小多大多小 那我大概預設10號字 我建議大概14號字應該比較剛好 或者你覺得不夠你可以再更大 按一個ok 確定 你會發現字大概這麼大 按 同意並且把它關閉 那你會發現這時候 有沒有 字放大了 就這樣子 應該記得按右鍵 這邊有一個設定的地方 然後記得喔 這邊再點下去 去找到這個basic裡面的這個 edit一下就好 如果你的畫面記不太起來 雲端上有截圖 我有拍照了 放上去了 ok 那再來的話呢 第二個是說 可是你想說 我希望 老師你這邊可不可以幫我顯示出什麼 他的加總結果 等於 加總 可能就什麼 加總結果為多少 所以我在雲端上面的這邊 底下這邊 這邊有設定 你可以參考 那這邊加總 冒號好了 比如說我今天 要在這邊直接做加總冒號的話 假設我加一個字串在前面 那其實在VBA裡面 應該各位有 寫過VBA的話 應該知道嘛 雙引號 裡面就放字串 那我就加個什麼 加總 加總 冒號 加總 冒號 好 那理論上 在VBA裡面 他是用and的符號 串接 可是在Python 是用什麼 用加號 跟那個Java一樣 Java用加號 所以只是習慣上改一下就可以了 也可以也可以 不過理論上就不見 因為 VBA裡面and指的是 自串的串接 加是 加 加減數字的運算 只是說 VBA我覺得他比較有人情味 因為很多時候你寫錯了 他會自己幫你修正 但是 Python不會 為什麼呢 就是Python真的比較沒有人情味 像我們寫這樣 在VBA裡面 這個邏輯是可以walk 可是如果你在這邊 執行一下 你會發現 Python 他就會怎麼樣 直接給你錯誤 但是請各位注意一下 出現錯誤 你也不要緊張 不要一看到紅字 就整個就 灑住了 對 其實有紅字 他會告訴你為什麼 所以接下來呢 如果有BUG的話 請注意一下 你要有能力看懂 他告訴你哪裡出錯 哪裡出錯 這個 Type Type的L Must be string Nust int String是什麼 對 Nust int 意思就是說 你這邊是一個String 那你後面一定要是String 才能加 如果你前面 是 整 就是 INT的話 才可以跟INT加 是要同類的資料形態 才能夠轉 那VBA 我覺得說 為什麼 VBA裡面如果不同 他會幫你轉型 他會先幫你把後面這個轉成String 有沒有 然後再跟前面串 OK 所以呢 在那個什麼呢 如果你今天 在 Python裡面 直接就是把這個 他加起來是8 那你就把他轉換成什麼 轉換成String就可以 幾個地方可以 就是你直接在這個外面 包一個什麼呢 轉型的 這個String就可以 你就把他在 外面包一個String String 前刮盒 然後後面的話在一個後刮盒 意思就是說呢 先幫他 幫我把這個裡面本來放的是8 有沒有然後幫我改成這樣的8 他在串接就會加總 冒號8了 應該可以看同意思啦 這很簡單的那個 只是說我剛剛講的 VBA不用 Python一定要 OK把它執行一下 OK執行OK 好 這是說的 加總 冒號8 OK成功 應該可以了解這個意思啦 不過 剛剛漏講一個地方 因為我剛剛為了要 包那個懶人包 我已經預先 把那個什麼 把這邊有一個 Jano 裡面 一般裡面的那個 Workspace 記得喔 他Default是 MS950 意思就是微軟的 如果你用微軟的 你會發現喔 這邊會變成什麼 亂碼 所以你會發現喔 如果我剛剛那個 這東西有沒有 假設我在跑一次 預設應該這樣 他應該是 直接執行的時候會出現 亂碼 怎麼樣 他會出現說 Non-UTF8 所以特別注意喔 他預設的話 因為 自由軟體 聯盟幾乎都 UTF8 只有一個 不是 UTF8 就微軟 那我們因為在Windows 執行 所以他預設就是 微軟的 MS950 非 UTF8 所以怎麼辦呢 很簡單 你直接把他怎麼樣 有個方法 前面我剛剛教同學都講 先加一個 緊字號 然後coding 等於 UTF8 先加一個 算是宣告 可是我還發現那很麻煩 每一次他加那一行很麻煩 乾脆不用了 硬勞永逸的方式就是 就是直接從這邊 把它改成 改一次就好了喔 在這裡喔 改 Workspace 記得這邊一定要改成 UTF8 就OK了喔 所以喔 其實全世界目前軟體界好像 就只有微軟比較不合群 所以你會發現很多時候會有亂碼 都是因為微軟的關係 所以如果你要跟Excel串的時候也要注意 微軟他就是不是UTF8 所以你來的東西 那你一定要先轉UTF8 要不然你就用 MS950去輸出 不然就會有亂碼 OK喔 這可能要注意一下 改一下 Apply 這個時候的話 你有沒有發現 改完之後就亂碼 你就再把那個什麼 再把加總打上去 執行就OK了 請各位試一下喔 那剛剛我的畫面 再把重點 回顧一下 都有在這裡 編碼修改 字的修改 最後程式在這邊 其實不用背了 最重要是要把它打出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所以 透過剛剛那個例子裡面 我們大概就是 第一個自修改大小 第二個的話呢 了解 以後呢 程式撰寫一定呢 都是用UTF8 這樣就沒有問題了 除非呢 你要存取的 來源 可能跟微軟有點關係 你就要注意一下 那個轉碼的問題 再來的話就是那個 那個什麼呢 這個這個 變數 跟 資料形態 我們剛剛有多講一個就是 轉型 有沒有 把那個什麼 把INT 轉成 是Twin 自傳 這個觀念很重要 VPA 裡面比較不注重這個 對對對對對 可是其實 VPA裡面很多 如果你沒轉 他會自己幫你轉 而且還轉對 還轉對 但是少部分的情況下 會轉錯 大概就是 所以有時候反而 他 VPA這個轉型 太自動了 反而你在寫那個 Python 你就會忽略那個 轉型的重要性 當然更不用講Java Java更嚴格 Java是 一定要宣告 而且你一定要轉型 而且資料形態又非常多種 你轉錯了你又不行 所以那個 比較起來的話 難度 當然如果你未來在學Java 概念跟這個還蠻像的 但相對又更困難 目前來看 這個大概就這樣 沒有幾行 請各位先試著做做看 把那個 剛剛提到的這個程式 試著打打看 然後 自個大小設定一下 UTF8設定一下 可以試一下